那现在就要开始第一堂课的讲解 是GPU Computing的介绍 如果大家还在初始的话 或是还有一些地方不懂的 可以直接去参考Chat的Github连接 还有手把手的教学 那GPU它的全名又叫做Graph Processing Units 以前是用来做图像计算 但随着现在数据有越来越多的情况 我们可以透过GPU 因为GPU它的计算能力非常的强 因此在很多各式各样的领域 GPU都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 像目前很常听到的大远模型 就是全GPT AI 或是说在一些物理模拟上面 以及AR VR之类相关的领域上 那GPU的为什么要有GPU 这个就要讨论到我们目前 大部分其实大部分电脑都会有的一个叫CPU 就是一般的处理器 一般的处理器就是CPU跟Graphic Processing Units 就是GPU它的差别其实非常的大 CPU它的构造主要是有少量的处理器 少量的Core Core就是计算的核心 负得做计算的 然后以及大量的Memory 或是大量的Memory Controller 或是Cache所组成 因为CPU它的计算核心数量比较少 所以它能够同时计算的单位就比较少 因此它比较适合做Serial 也就是程式的指令 它必须要一行一行去执行 它没办法同时执行两行以上的指令 就是Serial的Task 而GPU在构造上 它有非常多的计算核心 那如果你希望一个程式 能够同时被多个核心去处理的话 你的程式就必须要 你的程式就必须要是 Parallel的Task 也就是说它的程式 可能会有一些设置是 有些计算可以让 多个Core同时去进行 那这就是Parallel的Task 让一支程式能够同时 在多个Core上执行 而这样要如何 通过Parallel执行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我们要用Multi-Stread Stread是Core在运行时的一个单位 那接下来很多的情况 我们就会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说 要怎么样将一支程式 从Single-Stread转成Multi-Stread 转成Multi-Stread之后 就可以用Multi-Core的CPU 或是用GPU来去执行 而在CPU与GPU的比较上 我们要探讨其他三个 就是ALU、Control还有Cache 那ALU它的全名叫 Arizmatics的Logic Unit 也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在做加法、乘法 适者运算的计算单元 而Control跟Cache 则是负责memory的部分 就是 如果说要做计算的时候 ALU它只能够去 assess到Register上面的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要将资料 做一些搬运的话 那样子要从DRAM搬运到Register的话 它就会需要一些Controller或是Cache 而CPU 它的预算上 它的ALU的预算会比较少 它会有更多的 Budget花费在 Memory、Cache以及Control上面 那GPU则是它会强调计算 因此它会有非常多的ALU 能够满足使用者 要做非常大规模的运算的需求 因此它在 Memory、Control或是Cache上面的 花费就会比较少 那在介绍Latency Reducing Hiding这个名词之前 先解释一下Latency Latency它中文叫延迟 那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大家以前会玩游戏的话 其实网路会有一个东西叫PIN值 PIN值的意思就是说 从你的电脑或是从你的手机 连到对方的Server 然后对方的Server再连回来 就是做一次交流 资讯的交流的话 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多少 这个是Latency 这个就是PIN值 其实这个就是Latency的意思 Latency就是说 当你的指令发出之后 那到你完成 它花费了多少时间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其实有左右两个程式码 那左边这个 左上角的程式码 它的作用就是将A跟B都乘100 而如果这样子工作 在CPU上它会怎么运行 它会有以下六个步骤 就是它会先将A的资料 从Memory搬到Register 接着在Register上面做计算 将A成A成100 之后再把A的资料 从Register写回Memory 那接着B也会做重复的动作 所以它总共会有六个框框 六个时间走 但你可以发现说 电脑本身目的应该是要做计算 而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将资料 从Memory搬到Register 它的时间 也就是它的Latency 它所花费的时间 会远远大于计算的时间 因为CPU的时迈 相较于CPU的时迈 计算能力 会远远大于Memory搬运的能力 因此CPU它就会花费很多的精力 很多的budget 在优化Memory搬运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透过Cache OK 所以这个Latency Reducing的意思就是 CPU在这边它会花费 它会用额外的Cache去prefetch 来降低这个Load跟Write的时间 这个是Latency Reducing 那在右侧的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我们现在将 这个是循序执行的嘛 我们现在换的是 一样是有A跟B两个资料 但是现在有两个Thread 这两个Thread它有一个前提是 它可以同时的去执行 OK 那同时执行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 一样是红色这个时间种 第一部分是 可以将A的资料从Memory搬到Register 然后记得再做计算 然后再写回去 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另一个Thread它在A 从Memory搬到Register的时候 它就可以接着 直接将资料从Memory搬到Register 它不用等计算 以及它不用等浅绿色这边计算 以及写回做完 所以通过MultiThread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 这个Due Calculation的占比是不是变高了 就是在整体的时间占比它变高了 也因此如果说我们的Thread越开越多 其实你可以发现 整个时间它都有在做计算 那这也达到了另一个目的 就是电脑本身目的就是要计算 所以我们会希望它计算的核心 都能够一直在运行 而不要一直在做资料的翻译 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它将在计算的过程中 计算的背景 同时做Memory的翻译 所以它将这个Memory Latency 所花费的这个Latency给长住了 这叫Latency Hiding 那Latency Hiding它主要是 通过MultiThread来达成的 它相较于CPU做Serial 就是只有单一个现成的方式 它就不太需要去强调Latency的部分 所以它就不太需要去强调Latency的部分 所以回到前面的介绍 因为CPU它通常是做Serial Test 所以它大致上的工作都是Single Strap 或是少量的Strap 因此它是一个 它在记忆体方面 如果说要把资料做翻译 就是要将资料从Memory 搬到Register上面的话 它需要用大量的Cache 来去减少记忆体翻译的Latency 那因此CPU它强项就是 第一个CPU它有很 Memory它有很大的空间 像一般的Server可能到1TB 2TB 或是都有可能 那第二个是说CPU它有很高的时迈 因为CPU的处理器它其实性能非常的强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它是General Purpose 对 所以因此CPU它没有办法一次给你太多个 它可能就是像一般Server给你24、34的Core 或是128的Core 对 那CPU它下班部分这一大串 就是负责减少资料翻译Latency的Cache Cache可以透过Prefetch的方式来 降低Memory搬到Register的时间 来减少Memory搬到3的时间 那CPU的witness就是如果当你的Cache 当中没有这笔资料 它会有Cache miss 那并且因为CPU它强调Latency的部分 所以它会有比较它的Memory的搬运的这个Bandwidth 就会比较少 对GPU来说 因为GPU有非常多的Core 并且它被优化于做平行的程式 所以GPU强项就是第一个 这么多的Core可以让它有很足够的运算力 去做大数据的运算 去做大数据或是需要很多浮点数计算的一些程式 那第二部分 因为它可以透过平行 就是Multi-Trade的方式 可以让不同的Power Unit 包含你的计算核心 以及你记忆体搬运这些可以同时执行 因此它可以 因此它可以将Memory的Latency给长起来 那GPU的缺点的话也就是说 因为它的GPU所需要的记忆体 它需要很高的Bandwidth 所以相较于CPU的记忆体 它GPU的记忆体会花金额会比较贵 因此GPU的记忆体就不会像CPU这么大 可能有几TB这样 通常GPU的记忆体大概是80G 就100多GB这样子 对 跟CPU是有差距的 那我们在程式当中呢 如果一支程式它同时会 使用CPU 一支程式本来预设就是跑在CPU上面 那如果说它同时会 通过一些API去调用GPU来帮我们做计算 这个就称之为Heterogeneous Programming 而Heterogeneous Programming的话 会有 右边这个蓝色的部分是CPU CPU它会有自己的Memory叫host Memory 这个我们直接称D-RAM 那之后透过这个D-RAM 会将资料 prefetch到Cache当中 然后Cache会再提供给CPU 就是CPU的Register 让CPU能够做计算 而GPU则是有一块很大的Memory 的话就必须要透过PCIE的BUS 这个叫 透过Switch做交流 那GPU如果要做计算 它必须要从Device Memory里面拉资料 丢进GPU的计算核心上面才可以运行 所以在GENIUS Programming当中呢 会有以下的步骤 第一部分是 就是我们要将程式当中的资料 从host Memory copy到GPU的Device Memory上面 这样GPU才能够access 那这个资料可以说 像你程式一开始会将 将资料读学进来 接着它就会放到host Memory上 然后第一部分就是做H2D 就是将资料从host Memory 搬到Device Memory 第二部分呢 则是所谓的CNR launch CPU会去叫GPU做事情 然后它会跟GPU说 你要去抓哪些资料 你要从Device Memory抓哪些资料 然后让GPU去做计算 这个我们叫CNR launch GPU执行的档源 GPU执行的一个 像 一般程式员会有所谓的方选 或是Subroad Team 那GPU的话我们就叫Kernel GPUKernel计算完之后 会将答案也会写回 进Device Memory当中 因为GPUKernel它的Io 它的资料程序 只能从Device Memory读取进来 所以当GPUKernel执行完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流程 就是要把资料从 GPU的Memory 就是Device Memory 扳回CPU的Memory上面 最后一个 所以这个流程叫做D2H Device to Host 那为什么要这么 OK 它前面这些流程的目的 是因为 我们预设的程式 它都是跑在CPU上 我们要根据一些 Profiling的工具来去确认说 程式当中有哪些计算 它是适合搬到GPU的 因此我们就会把这个计算 它的资料 然后还有计算的资料 搬到GPU上 之后做完计算 都再搬回来 用这样的方式 将CPU的计算 换成GPU的计算 这是所谓的Heterogeneous programming 在GPU的GPU在GPU的GPU 在GPU的GPU programming上面呢 前面有提到说GPU它适合做Multi Thread 同时又有非常多个Thread在运行 而这个Thread呢 在GPU就是Cuda programming当中 它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 因为如果说你Thread能够伸越多 那等于说你同时把资料切得越细 像前面有一个latency hiding的机制就会更好 因此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记忆体基本上都被藏在计算的后面 那整个时间它如果都是做计算的话 就达到我们电脑的目的嘛 因为电脑本身就是要尽可能做计算 那搬运 记忆体搬运的部分是其实是多余的 是不需要的这样子 而在Thread的分析上面 Cuda programming就是GPU上面 它会有分成 Thread Thread是最底层 就是一条这个叫Thread 那以及多个Thread会组成叫一个Block 那以及多个Block会组成叫一个Grid 所以它从最上到最下面就是 一个Grid有多个Block 那一个Block还有多个Thread 所以GPU Kernel在执行的时候 它便是会有一个Grid 然后并且有多个Block的Thread同时执行 了解这边的架构之后 我们先回到GPU上面看 其实GPU它的构造 会是有底下 它会有一块很大的Device Memory 这边又叫Global Memory 而Global Memory 是负责存放 负责存放以及与CPU资料 做交流的一块记忆体 那接着GPU的计算核心 我们叫做Stream Multiprocessor 这上面的这一整块 比较大块这个就是Stream Multiprocessor Stream Multiprocessor当中会有 非常多个细小的绿色正方形 这个是计算的核心 就是就跟CPU要它的Core 只不过GPU的Core远远大于CPU 所以GPU需要做 GPU很适合做平行 那并且每一个Stream Multiprocessor 上面会有一个SME 这个叫Shared Memory Shared Memory它算是一块 它是一块更靠近Core 它的存取速度更快的一块记忆体 不过因为它的价格 因为价格会偏贵 所以这块的记忆体的大小 通常不会很大 那在这样子的 在Mapping的情况 OK 那在前面有提到说 一个Grid当中会有多个Block 那每个Block会有多个Thread 它其实就Mapping到 GPUHardGrid上面当中 Grid会对应到 一整张GPU的所有的Core 那一个Block的Thread 它会对应到GPU上面的 一个Stream Multiprocessor 而每一个Thread 它就会对应到 一个GPU Core来去做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 稍微的解释一下 就是有Thread 然后ThreadBlocks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Grid 就是这三个维度 那这边到后面会 在Cuda的时候会更详细的去解释 Thread跟Sblock 它其实都有Index 这方便我们在做Programming的时候 可以去指定说 每一个Thread 它应该要去负责 哪一块资料做什么事情 如果说我们现在给定了一个程式 这支程式呢 我们要做GPU的Portive 那它肯定是有一部分 是属于说需要很多计算的 需要很多 需要很大计算能力的硬体 来去帮它做加速 所以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 仔细的做Profiling 去看说 这是程式 哪一部分的Code 它是适合做GPU 哪一部分Code 适合做CPU 适合CPU的像是一般的OS指令 就是Redisk的读取 或是一些资料 资料在Code广路的交流 或是一些简单的计算 它就适合用CPU 那GPU则适合说 如果你需要对大量资料 做相同的运算 或是它有一些 需要吃很多 触点数运算的 的方式 或是Server routing 像Folk圈之类的 这些就比较适合做计算 在GPU 透过GPU加速的话 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方法 我们这次会学习 我们这次会提到的 就是上述的三种方法 最左边这个是透过 C++本身Standard的方式 它内部就有提供 Multi-Core或是GPU的Portive 那第二种则是透过 Directive 就是前缀的语言 Pragma 来将 程式Portive到GPU上 那最右边这个则是 最麻烦 但是它性能最好的 就是用 我们自己写 在Cuda Kernel 这些不同的 像是Directive 或是Standard 它的开发目的 其实都是希望让使用者 有更简单 更容易的去将程式 跑在CPU的程式码 能够执行到GPU 通过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 对 那 提供 稍微介绍一下 Standard的部分 因为Standard它本身就是 Standard本身就是 C++的一个标准 所以 在不同的环境上面 或是不同的Compiler上面 Standard它有很好 Standard它都可以提供 提供使用者直接修改 这个Commandline Commandline的编译讯息 来去做平行 那目前的情况是因为 很多讯息都还 很多指令都还是要用CPU去做 对 或许未来呢 有机会就是 可以让平行程式是预设的 如果这个 目前 如果这个可能要 还要一段时间才可能 才可能达到这样子 对 因为CPU 目前还是 General Purpose的 一个处理器 所以它 公用还是蛮重要的 对 GPU目前还是在 还是在 做 一些 需要大量运算的程式 会比较有 会很有性价比这样 对 那Directive 那Directive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让使用者更方便 就是我们只需要在程式码当中 加个几行 Directive的指令 就能够将程式从 CPU Polyn到GPU上 就是用从SingleStream Polyn到 MultiStream 更充分的应用硬体的支援 那这次上课的时候 有在一开始有搜寻这个HPCSDK HPCSDK 它是由NVIDIA提供了一套开发环境 当中 囊盖了非常多的 做平行 做 又像是 做平行相关的一些 一些很好用的套件 像我们这次上课的时候 会介绍的 OpenACC OpenNAP Cuda 还有 Iso 还有Sandard ISO 这些 其实都可以通过 HPCSDK内部的Compiler NVCC 还有C++ 或是NVFortune 去调用导 那并且 HPCSDK内部还涵盖了很多 一些数学相关的套件 可以在GPU上执行 像是要做矩阵层的话 可以用COOBLAS 那如果要用 习数计算 可以用COOSBLAS 如果要做 快速复列手 可以用COOFFT 这些都已经由 NVIDIA的专家 专家们 帮各位 帮各位调整到 能够使用到GPU 最佳的性能 那除了开发的环境之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 在分析的部分 NVDHPCSDK内部有 两套很重要的分析工具 分别叫 N-Site System 跟N-Site Compute 那N-Site System 到后面会介绍到 N-Site Compute 因为它是属于 Kernel内部的调用 Kernel内部的分析 这个会花费 这个是 要进到专家之后 才比较容易 去使用到 这个N-Site Compute 所以这次我们课程 不会介绍到 我们主要focus在 N-Site System HPCSDK内部有 非常多不同的数学和事库 对 好 那这次HPCSDK内部呢 就我们有需要用到的 Standard Cuda OpenAC OpenAP 然后并且有三项 有C++跟Fortune 这两个language 然后我们这次的课程 会带大家使用到 Multi Thread的部分 会有CPU的Multi Code 就是你的程式 它是用Multi Thread 但是它可以跑在 它还是可以跑在CPU上面 然后以及说 直接在GPU上面做运行 那这几套 这几套Program平行的工具 它其实有一个好处是 相同的程式嘛 如果我们加上 加上一些指定之后 就可以 就可以让它转成Multi Thread的程式 并且 我们可以简单的修改 修改我们的编译指定 就可以让 就可以指定说 这支程式 它是要属于 跑在CPU Multi Core上面 就是CPU的多个核心上面 还是跑在GPU上面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很方便 所以它其实蛮方便 就是让使用者去随时切换 你要运行的场景 那这次的课程 我们会用一个叫做RDF的程式 它其实RDF的目的就是 它在计算两两分子之间的距离 然后去做一个统计 大家可以回到这个 我们在上课前 先加车这个环境上面 这边有个 Please read the RDF overview to get familiar 这边RDF是可以点开的 可以稍微点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介绍 好 它的介绍 它介绍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会有它的编译指令 然后底下还会有 底下会计它的执行结果 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这个程式吗 对 RDF呢 其实它主要就是在 前面有提到 它是在做两两分子之间计算距离 然后接着在做统计距离 所以可以看到说 第二层回旋这边有两个fold loop 它其实就是在去比较 number of ATN 个分子之间的距离 距离是多少 所以在内部的loop当中 它就在计算 它的三维当中的距离 就是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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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计算AK X X F 方向Y方向D方向的距离之后 然后在做 在平方多再开根号 接着有这个距离之后 它要去计算说 这个距离 这个 R 它去除上这个 DL 因为这个Delta 可能是使用者给定一个 使用者给定的一个值 我们要去计算两两分子之间 它差多少个Delta OK 那接著得到說每兩兩分子它差了IG2的delta 之後我們就會把這個 我們就有一個統計 差IG2的delta 這個DG2就是負責計算說 差0的delta的有多少個分子 差1的delta的有多少分子 差2的delta的有多少組分子這樣子 這是RDF大致的流程 然後最外層這個for loop就是有NCNF的frame 也就是說我們要做多少組的NUMBER OF ATM的分子 我們要做這樣子 OK 而這底下是Fortune的程式嘛 跟C的是一樣的 跟C的邏輯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唯一區別就是 它的迴旋是用Dulu 並且它的資料排布順序 就是矩陣的這個array是color-major的 OK 前面這些提到這個RDF的程式嘛 是在pair 底線GPU這個function當中 而其他部分的話 其他部分主要是一些IO 或是初始化的計算 對 那我們就到下一刻 OK 前半部分是對GPU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GPU的介紹 其實在對於一些需要去登入調查的GPU 需要去優化GPU使用的會比較有幫助 那目前 那接著第二部分的課程 則是要教各位去如何使用profiling tool 來去分析程式當中 他們可能每個function 每個指令 它所花費的時間 因此 通常花費時間最久的 通常都是 可能是計算量最多的 或是說它會卡在一些IO運行上面的 我們目的就是要找出那個花費時間最久 計算量最多的部分 然後將它的計算從CPU轉移到GPU上去運行 讓GPU幫我們做加速 對 因此在做優化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以下流程 就是我們要先做分析 我們要做profiling driven 就是去調查說程式當中 哪一部分花費時間最久 然後並且它是否有做平行 或是掉到GPU 或是是否有平行 或是讓在GPU上執行的潛力 之後再將這一部分的程式 做平行之後 丟到GPU之後 再優化 改善這段計算在GPU上之一的性能 然後這樣一直周而復始 讓整支程式的性能都越來越好 對 所以這次要介紹的這個profiling tool 叫nsight system 它能夠幫我們去 它能夠透過一些 它能夠幫我們去看說 程式當中哪些 每個function它執行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大致的了解 一支程式它每個function 執行的佔比 執行的佔比是多少 那我們就會從最高占比的那個程式 開始研究說 它是不是有機會去porting 它是不是有機會做平行 因為有些程式 有些function它可能是 計算上面沒有辦法做平行的 有些程式它可能是要做IO的 這些就要根據當前你程式執行 它做什麼事情來決定 那nsight是 nsight system 跟nsight compute 前面 是我們之前最常使用到的 因為nsight system它是負責 調查整支程式大致的情況 而nsight compute 則是更細步的去調查說 一個GPU kernel 在GPU它運行情況是如何 它還如何調動GPU上面的資源 而nsight graphics則是負責做 圖像處理相關的一些訊息的調查 那nsight system它的畫面會大致如下 其中可以看到 其中可以看到上面這條是時間軸 這是你程式執行的時間軸 那每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會有多個raw 這邊有主程執行有多個raw 這邊多個raw就是程式執行當中 它可能會互叫GPU 它可能會執行GPU kernel 它可能在質詢某些方式 會把所有的 會把這些raw顯示在這邊 那接著你可以看到中間會有很多細小的這些 這邊 這什麼叫event 這event就是程式執行當中 實際像function 或是某些API 或是GPU kernel 它所花的時間是在timeline的哪一個時間 到哪一個時間之間 對 Nsite system它提供了 它可以讓我們看到 如果是always上面可以看到thread的情況 那以及它可以把所有thread會用到哪些process 以及thread還有process的資訊都提供出來 以及GPU上面會使用到的cuda cuda cuda 對還有像openGL 這個是用來做一些圖像處理的 然後或是cooldnn 這個是前面有提到hpcdk當中一些做運算的一些library 然後甚至到你要到GPU裡面去看 GPU它目前的使用情況 因為GPU如果說你有cpu丟給它做它就會有utilization 那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是idle在那邊 你可以看到它的使用情況 然後以及如果在做heterogenius的時候需要將資料從host搬到device 或是從device搬回host 它會有memory的搬運 你也可以看到說memory搬運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甚至說如果未來有機會做到multi GPU的工作 你也可以看到其他GPU 你也可以同時看到其他GPU是如何執行這個 是如何執行你目前在跑的task的 Ensight System它也提供了 User Annotations 就是在程式码当中 可以用Ensight System的一些API 来去自定义 你在图上看到这些Bubble的 你能看到这些Events的一些资讯 除了前面提到的Time Line Ensight System底下还有一个Event Table 它是相较于前面的Time Line 它是条列式的 并且随着选择时间 来去一一列举说 每一个Event 它的名称以及它的Start 还有它的Duration 它的执行时间 而在HPG当中 有一些蛮重要的工具 像MPI Multiprocess 就是你可以用Multiprocess Dation Interaction MPI的指令 然后还有OpenACC的Trace 像后面这些OpenACC的Trace OpenACC是我们之后会提到说 如何做 如何是一个可以将程式 转成MultiThread的方式 那它还会提供像CPU在要去叫GPU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呼叫这个 会透过Cuda API CPU包含了一些像记忆体搬运 或是Kernel的Launch 都会用 它都会记录在这个Kernel API这个RAW当中 而这个像上面有一个Split 这个Kernel执行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GPU 它在底下就会有一大串的时间 就是在跑CPU发送出来的工作 更细部的可以去看到说 如果GPU它是有工作的话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浅蓝色部分 还有标策的Utization 如果浅蓝色部分是有的 那代表说GPU在工作 如果说它是空的话 就代表GPU 目前是没有收到Kernel 没有任何工作在做的 那或是说如果它的Utization比较低 像第二个红色框中的部分 就代表说可能你的GPUKernel 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就是你的平行 你的parallel programming部分 有地方没有做好这样子 而更细部的话你可以去看到 你可以去看到说像 它有非常 它会有很多个Kernel 那每个Kernel之间会有一些 记忆体传输 会有白色部分就是GPU在Idle的情况 对 而在做H2D D2H的时候 N-Site System它会用这些绿色或红色去标注 Memory Copy 就是Memory Copy 指的就是H2D D2H的记忆体的搬运 对 那更进一步 Kuda有一个就是GPU有一个功能叫做 GPU的Programming有一个功能叫做Unified Memory Unified Virtual Memory 这个Memory呢 这套Memory管理的机制 也可以在N-Site System上面去显现出来 对 就是N-Site System它 目前基本上对Kuda GPU Programming当中 非常多的指定都能够用视觉化的方式去显示出来 对 好 那我们要如何通过N-Site System去做Profiling呢 我们在前面看得到说N-Site System它其实能够Profiling的工具大部分都是HPC 就是像MPI MPI或是我们后面会学到的OpenACC 以及GPU 那如果说一支程式都是CPU的话 要怎么样去做 我们就是要去我们就要透过这个 N-Site System N-Site System当中底下它会有一个叫做NVTX的API NVTX的API它是CPU端的 你可以直接在程式码当中去插入这个NVTX的API 然后帮助我们去调查说某一个时间点 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function 某一个subroteam 它所花费的时间是多少 NVTX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会提供像C++就有提供C++的function 那Fortune它也提供Fortune的function 能够让我们在程式码当中加入 那程式码当中加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像NVTX它的range 我们在可以根据你要插入的 你插入的这些NVTX的指令 来去得到说 这个程式它的执行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function 就是NVTXRangePush 跟NVTXRangePush NVTXRangePub 如果我们在一个function前面加NVTXRangePush 在它function结束之后加NVTXRangePub 那之后的NVTX就会打印出来这个function 它执行的时间 并且在N-Sign Season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function它执行的时间长度 以及它在整个程式当中 是在何时开始以及何时结束的 就是透过这两个function 所以它其实就是定义说 你要去量测某个function的开始跟范围 开始跟结束的范围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现在看到左边有一个CE语言的程式嘛 其中如果我们要去profiling这个init initualize这个程式嘛 我们就在前面加上NVTXRangePush 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label 就是底线底线印 我们就叫init 然后在结束时加上RangePub 那下面这边还有一个while loop 然后还有calculate以及swap 那我们分别 我们就可以分别在while最外层 加入NVTX去量测这个while整个自行时间 以及在calculate前后还有flap前后都加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那这个在加入完之后做编译 然后并且在profiling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这个nsightprofile 然后-t就是trace -t的 对它有一些option 像-t是trace 然后我们要traceNVTX的这个 这个range 那后续有一些像-status-true 就是是否要直接在 呃程式结束之后打印出来 相关的一些log 就是NVTX的资讯 然后-forse override true 是说是否要 呃 那个档案给rewrite 那 这个档案是执行完之后 它会存放在你jupyter 呃 内部的 它会存放在你 的资料夹内部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先把这个档案下载 下载到你的local电脑上面 然后再用 呃 所以可以看到底下执行的结果 呃 前面有提到我们前面的NVTX 有四个range 有分别有init while 还有calculate 跟swap 它分别都有把这些range的 呃 相关的像整体占比 然后总共花费的时间 以及它被执行的多少次 都有详细的答应出来 透过这个我们就可以 呃 我们就我们便可以透过这个 在程式码当中去查入NVTX NVTX range push跟pop 来去分析整支程式执行它的 的时间 来得到说哪一个才是 呃 我们需要优先去看的部分 对 那其中呢 那其中 那其中 用nsight system的话就可以 就是 呃 把这个QDIP的档案 在前面nsight profile执行完之后 它会自动成成这个QDIP 呃 以前的话是用QDIP 现在的话就 因为现在的话都是QDIP 再加一个DashREP 对这个待会会带大家试作一次 那接着就是呃 可以透过nsight system去看整支 用更人性化的呃 呃 图像化的界面去看说 整支程式它执行的 整支程式它执行的 整支程它执行的 呃 它执行的 呃 它执行的 呃 呃 其中还有一些呃 额外的资讯像是 nsight system 它可以 它额外记录像你系统上面的一些资讯 包含你的 呃 呃 型号啦 你的CPU型号 你的GPU型号 还有一些 一些参数之类的 呃 那剩余的部分 我们直接看一下 试作 这个RDF overview 然后再 请试一次 这个RDF overview 可以从这个 Please read the RDF overview 这边点开来 那这RDF RDF 它主要是在做就是分子间距离 它统计两两分子间距离 统计的 呃 距离的一个 程式 对 那其中你可以 它这边都会有一些 呃 不同的code block 不同的block 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像 这边有C C加加的RDF 是吗 主要有几个function嘛 就是 主要 主要几个方法就是 main跟 pair GPU 还有一个run的function 好 那我们先 等一下 嗯 可以按 所以进到这个 程式码之后 可以按 Shift加Enter 执行 去看到它 会 会做一些 会会输入一些资讯 那这一部分就是 我们要将RDF的程式做编译 对 这种前面有提到 我们要先做profile 然后去分析 呃 RDF当中哪一个部分 占比最多 并且是不是能够做平行 对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接下来执行的这个就是 呃 前面提到说 我们要做 nsight profile 来去分析 那这边有 这边要注意的是说 呃 这个RDF.CPU 其实我们已经把 它已经预设把 NVTS range push 跟NVTS range pop 都已经帮你适度的加好了 对 我们主要加的地方有 呃 有man function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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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 呃 Pair Calculation 然后还有 Entrefit Calculation 主要这三个地方 我们都先加上 呃 就都先加上 就都先加上 NVTS的指令 的API 之后再 直接 呃 既然的指令就可以 好 那这个Log呢 因为这个Log 代表说 这0到9是因为 我们有10个Frame 就是 哎呀 那底层这个PairGPU 它就有个 IntrFrame等于0 Frame小于NC1NF 这个NC1NF 就是我们有多少个Frame 然后 程式预设是跑10个Frame 然后每个Frame 它有6720个 个分子 所以Number of ATN 是6720 所以 呃 在 它就会打印出来 这个 182行的PrintF 它就会打印出来说 0到9 然后 并且有6720个 分子 然后每 总共有10个Frame 这边 可以看底下 底下这边就有提供NVTS的数据 那 你可以看到说 呃 其实整体的时间占比 Pair Calculation占最多 它占了98% 然后剩余的Read File跟Entrophy Calculation 其实它时间占比不多 这边我们就很直观的说 就是Pair Calculation就是我们要做平行的地方 对 好 那 OK 那你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底下它其实还有一个Generated 它会生成这两个档分别是RDF Serial.nsys-rep 跟Sqlite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点nsys-rep这个档案下载到你的Local上面 所以可以找一下Basic Common Source Code 在这边 可以根据这个路径去打开这个File Browser 找到相对应的这个档案 然后右键点Download下载下来 打开 好 owie 好 下載下來之後你就可以簡單的看到說 簡單的看到說NVSideSystem的情況它有找到這個Pair Calculation的部分 因為我們目前只有Trace NVTX 所以它這邊只有寫NVTX RAW 如果說你希望去Trace其他的資訊的話你可以在這邊剪T加上 像是Kuda 它就會Trace Kuda的API 如果你要Trace OpenACC 它就會Trace OpenACC的API 如果你要Trace MPI 你就在這邊加上MPI 它就可以顯示更多的弱出來 好 那經過簡單的分析我們會知道Pair Calculation 是我們目前佔比最多需要優化的部分 然後它的程式碼 程式碼長 程式碼的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說像這個Pair Calculation 就是Pair GPU所執行的時間 然後在183行到202行 這個Fall loop 這個二維Fall loop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主要做平行的兩個Fall loo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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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確認 那我們接著就是到10點半的時候回來 如果大家要去上廁所 就喝杯水之類都可以 然後就麻煩大家在回來 麻煩大家在離開前去確認一下 就是環境是否已經架設好了 以及N-Site System是否能打開 能夠看到像我剛剛展示的訊息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那 接著進到我們第一個Porting的 第一個做Multi-Thread的方法叫做Standard 用Standard Length做Porting 那其中 大家可以先點到底下有一個 Below is the list of GPU Programming Approach 當中的第一個叫IsoC加在一點IsoFortune 就是Standard ISO 這個 解開之後 這個是我們這次課程的 第一個課程的Lab 那其中原來這個RDF Overview可以留著 因為它當中會有 這目前執行的時間就是 在Single Core上面執行的時間 好 我們到時候可以用Multi-Core 就是Multi-Core或是GPU的時間 來去跟它做比較 好 那在早期的 要做加速的話 其實 原先都是要用 Cuda 或是用OpenCC的一些 定義GPU Kernel 或是說用Program來執行的 而直到 後來 直到後來說 直到後來說 C++的Standard 有提供了 Parallel相關的一些Container 那C加的Container 這個 大家如果說 大家對C加比較理解 應該都蠻常使用的 像 像是Vector 或是Stream 或是Map 這些的目的就是 讓使用者能夠方便的去做一些操作 像Vector內部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功能可以做一些計算 或是 或是做Traverse 或是做 或是做一些 對 或是做一些 你根據使用 使用者 很簡單的去做一些 做你需要的一些事情 對 那 這些 Std Container的 目的就是希望說 有一些 額外的 操作 就是使用者不用負責 其他底層會自己幫你去處理 對 那Vector就是 像Vector就是 目前要希望去取代 Array的一個Container 而在平行的部分 C加也定義了 叫做 Std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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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透過這個 Std PAR 你就可以做一些 平行上的一些計算 那 它的好處就是 這些 這個 是 本身就定義在 C加的 Standard裡面 所以 它不需要額外的Library 不需要 額外的 甚至不需要 甚至可能不需要 HPC SDK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用這個 StdPAR 跑在Multi-Core上面 它的用法 主要 它的用法是 透過 Std Multi-Multi-Execution 會有 像Sequential 就是 循序的執行 這是預設的情況 然後 或是 你用平行的執行 或是有一個 PAR onSequential 這個是在 Vectorize相關的 就是 如果 你的 Instruction 其實它可以 Factorize去排列 用PAR onSequential 它會得到更好的性能 它的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是 CTIR裡面的 Algorithm 會有一些 StdLibrary裡面的演算法 例如說像 sort sort 做排序的 在排序的過程中 它本身是 只有兩個參數 分別是 某一個container 某個container的 begin跟end 就是 可能是 factor的開頭跟結尾 而如果叫做平行执行的话 便是在前面再加上这个scd execution part 选择你需要的policy去执行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sequential执行的话 就是前面加上sequenceq 然后平行执行就加par 那如果是你要 在有一些特定情况下 你可以加上par底线onsequential 所以在编译的时候 原先的程式编译就是nvct++ 然后你的程式档案program.cp 并且你的output要是binary名称是什么 那如果要透过standard做平行的话 就是加上-sctpr 它便会将前面提到这些sct内部的algorith 从single thread 转成multi thread去执行 HPCSCEA当中 就已经帮我们预装好nvct++ 然后还有已经support到standard parallelism的功能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环境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大小有点苦 那 那 那我先回到lab上面 这一样第一步它都会第一步 先确认一下这个 确认一下我们有GPU 是V100 对 好 那我们这次要修改的程式嘛 会在这个 这边有一条黄色的很明显的颜色 直接点开这个CJDA version或是Fortune version 我这边也是在维地址 OK 这个lab底下它会告诉你说 它会直接显示一个to do 所以我先分开 好 其中你可以看到的也一部分是 因为它这边显示蛮奇怪 就是170前行那边有个for frame 是一样的 对 但底下这边就是 就是要求学员们用 algorithm去做 那其中 如果要使用for loop的话 在 在algorithm当中 standard有一个叫做for each 有一个叫for each的algorithm 这个for each的algorithm 其实跟for loop一样 它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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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可能是standard vector的资料 做一次trapers 然后把 它的所有资料都做 都根据这个function 来去修改这个资料的值 这是for each的功用 对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把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把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把 这个for loop切换成for each 然后第二个就是加上 呃 所需要的这个policy Execution PAR 然后第三步 然后第三步 这个index的部分 这个index的部分 我先切回到 切回到 OK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这个是原先的程式嘛 它其实是双层回圈 但是 左边它们只需要用一个for each 来做到双层回圈的目的 这个有可能 这个是要 要将双层回圈用for each取代 就必须要用到 就必须要做一些index的mapping 什么意思 像前面有两个for loop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将 因为前面两个for loop 它是id1是从 id1会跑Number of ATN id2会跑Number of ATN 所以它其实 内部的资料会跑 Number of ATN 乘Number of ATN 所以 就可以 就可以 那接着在 所以 内部的资料会跑Number of ATN Number of ATN 接着id1跟id2 模特的mapping 就是 直接做除法跟取余数 然后 内部的程式码再直接复制一下 大家可以仔细地去确认一下 就是 我们现在将下面的是用双层回圈 那我们现在做index mapping 它变成单一层回圈 就可以执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我去id0的时候 id2 0 id0的时候 id2 0 对应到id刚好是0 然后id1 0 id2 1 这个id就是1 对应到这个id1 2的顺序都是正确的 然后如果id1等于Number of ATN 假1的时候 那刚好id1会变成1 id2会变成1 OK 所以 其实 这上面跟下面 它是等价的 但是 我们要for each的话 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个for loop 将它直接转成 直接透过这个for loop 然后做转成 用for each去取代 切了 那接着要回到第三步 第三部分是index的部分 index部分 前面做完将两层回圈转成 一层回圈的计算之后 可以看到 接着我们就是要把 我们就是要设置这个index 这index的目的是 原先 原先这个function 好 再切去 原先 这个index的目的就是 它这个index id等于1 id小于Number of ATN id++ 它这个id 是需要用一个factor做记录的 这个id的值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factor 就是factor0等于 factor叫 在左侧这边它叫res res0等于0 res1等于1 res2等于2 这样子 去记录这个id 然后这个要用一个factor去做记录 所以这个是index 因此我们要先create一个index 可能叫index 然后这个index 它的值就是 index i 就会等于i 然后之后再用for each去 去执行 然后travels这个index 点begin end 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是说 先切回到原来rdf程式嘛 在rdf的程式嘛 你可以发现说 如果这个180上的for loop做平行 那 那看到说底下的其实e8是e8 这几行程式嘛 他们都是可以独立去运作的 因为他们不会有 不会有可能有多个 如果说这个平行的话 可能你 你的thread 你的for loop 会拆成 会拆成多个thread 同时去执行 就是有的thread他会执行 id等于0 他可能一个thread去执行 id等于1 他等于一个thread id等于2 他会一个thread 在执行 这个程式 这个for loop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你同时有多个thread去执行 你就要很去注意说 他会不会有data的dependency 举个例子 像198行这个d底线g2 d底线g2 d底线g2它其实是一个thread 大家可以access到 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d底线g2 等于d底线g2加1 如果说从这个时候 假设有两个thread同时做加1的动作 那实际上只会是加2吗 这个不一定 因为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加1或是加2 因为thread跟thread之间 因为thread跟thread之间 它的data并不确定说 我处理完之后我写回去了没 然后下一个什么时候access 举个例子好了 假设 假设同时有两个thread 要去对某个资料做加1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资料在计算的时候 它需要从memory搬到reject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第一个processor 他读取资料 可能他可能只要从 读取资料是0好了 0他把它加1了变成1 但是同时间p2也读取 只要读0 然后再加1变成1 然后再同时写回去 结果你发现 你虽然两个processor都是加1 但其实你memory答案是1 因为他们都同时读取同时写入 那也有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说p1他先读取了0 然后并且他得到1了 再写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memory是1 那p2再读取 再计算再写回去 所以这个时候答案是2 就会正确 对不过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他们可能同时读取 然后同时写入 这个叫 这个就称为data resistance 我们要避免这个情况 就是要透过atomic指令 atomic指令它能够让 接下来的计算 它同时之间只有一个strand能够做 也就是说他能够带 他能够确认 他能够确认一定是某个strand执行完之后 下个strand才能对相同的 下个strand才能够再做相同的事情 这样能够确保 这个指令是平行 顺序执行的 serial执行的 也因此在 也因此在这个dg2这边指令 我们必须要在额外加上atomic指令 来确保说它是 这个每个多个strand同时只能够 同时只能够一个strand去跑这个指令 好 那这部分它把function body放到lump bar里面 就是cgi的lump bar function 这部分已经 已经帮你使做好 所以我们只需要修改的部分就是paradism algorithm 还有policy 还有atomic的指令 对 这就是编译的部分 这就是编译的部分 好 那我们给各位同学我看一下 那我们给各位同学10分钟的时间先去完成第一份作业 那确保说写完之后 一下会有compile 那compile的资讯 你一定要看到这个pair gpu当中 会有generating multicore 只要看到这个就代表说 确实你的pair gpu它是有poling到gpu上面 然后记得行数 行数也可以去比对一下 就是它应该它会显示的地方是 第182行这边会有作品性 好 因为fortune loop它是用dolump去做 那只要把dolump改成doconcurrent 并且后面的index做一下i等1 就是原先这是e 逗号n 要改成e毛n 就可以了 那其中 fortune的dolump 这个iso的写法呢 它可以支援multi的dimension 所以它不需要像stee一样做mapping 这样 所以像你图上的情况 如果说你是一个nested loop 就是有两层回圈 你可以直接将两层回圈 它的index的范围都写在后面 然后用一个逗号去连接就可以了 所以fortune它的改法会相对的较简单 就是dolconcurrent 然后刮虎 还等于 但是它范围记得是冒号不是多号 这样子 而fortune它的atomic指令的话 目前 因为它不像standard那样有支援std的atomic 所以目前还是要用其它 其它library的像是openacc的指令 那我们做法就是直接在 加加g的那个部分 前面加上一个 金碳后cache acc的atomic 剩余的其它流程 都是相同的 剩下流程都是相同的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改的结果 就是cp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 因为它我们已经帮你 这份作业已经帮你调整好 就是只需要修改 180行这边的前面两部分 包含你要选 for loop 要用for each去取代 然后execution policy 这边要选择的是 execution 帽号par 对 那其余的部分 像dg2它已经帮你用atomic的地方包起来了 在第75行这边它已经帮你用atomic包起来 所以它的存取是 它的存取不会有任何的data race 那因此这样子修改 这样修改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当你这边当这两部分修改完之后 就可以执行这个compile the code for multi-core 它让这个程式在多个核心上执行 在cpu的multi-core上执行 然后它log会蛮多的 其中你可以看最上面这边pair gpu的182行嘛 我们这边for each1802行 对到1802行 它是有成功generatingmulti-core的代码 这样证实码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底下这些其实都是属于info 就是它会 嗯 现在sttpr它会提供给你一些资讯说 它会分析哪些roof 其实是有机会被平行的 对 它分析 OK 那其中如果我们把 程式一部分做平行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我们要先确认答案是否正确 OK 像这次的lab它底下会有参考答案是 -243191 跟-3.87014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数值是正确 OK 答案一定要先正确才能进到下一步 对 答案是错误的话就 如果你在 答案做错的话 就算你性能再快也没 也没办法算做 你真的有油画过 你真的做完这样子 答案一定要正确 那答案有误差的话 是有可能会发生误差 因为平行程式它会影响你 因为平行程式它会影响你 可能试着运算的顺序 因为加法有交换率 对 但是它最后的答案应该还是会接近的这样 OK 所以当我们确认答案没有问题之后 就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样分析的方式透过这个nsight profile 然后我们用NVTR去抓 就是去抓这个 我们主要看的是Pair Calculation 它这个Range加快了多少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嗯 目前Cair Calculation时间是3 3 31415720 这个是多少 123456789 OK 大概是3秒钟左右 好 原先的是4秒钟左右 所以其实它加快速大概是 嗯 就是 它加快的倍率是3分之4倍 对 那 你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MultiCode MultiCode只有3分之4倍 那 这个很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看一下说 我们目前Config是怎么样 嗯 嗯 记得还有一个会形式 好 直接讲好 因为目前这个机器的CPU Core 每个人只有 嗯 两个实体核心 跟四个虚拟核心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嗯 像用STDPR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 帮你用两个Street去做加速 因此你的性能 嗯 因此你的性能 因此你的性能 因为你只有用 从一个Street变两个Street 所以你的性能不会快太多 这个是 目前是可以预期的 嗯 嗯 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是 嗯 RDF 它生的这个 嗯 NSI C成的党是 RDF STDPR MultiCode NSI LRP 我们去找一下 把它下来之后打开 看就可以了 好 那就可以看到 NSI System 它原线NVTS 是3.142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时间 然后 并且它会跑 10次 这个4H 会有10个 是10个Fram 然后 它会多一个新的RAW 叫STDPR 这是 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用的 平行的方式 对 好 那Fortune这边的话 嗯 Fortune这边 Fortune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程式码 它程式码跟C 呃 的排阅商序有点不一样 因为 实际上这几下 Fortune的要修改地方是在97行 到第 113行 这个商城回权 这一部分 它的改法 它改法比较 跟C不一样的地方 是说 因为Fortune的 ISO 它可以支持 就是多个回圈 直接用多个回圈去 用一行去跑多个回圈 所以就直接do 然后有一个 C1C Concurrent 还有E 然后冒号 NATO 然后 对 这样 所以这个do 搭配这个end 然后内部的程式嘛 那第二部分是 因为Fortune它本身 在 资料存取是 不会有 如果跟C不一样 它没有ATOMIC的 在搭配 所以 在 109行 我们要 假意的这个指令上面 前面要加上 ATOMIC的指令 不过目前 因为 ISO Fortune的本身 Standard本身不支持 所以必须要 用ACC的 这个ACC 后面会解释 它是另一套做 它是另一套做 MultiThread的 语法 对 那这样改好之后呢 有什么问题 一样是按Shift Enter 让它编译 执行 对 那它这边应该也会显示 第 97行 97行 这边有一个generating MultiCore 然后 然后 确认答案是正确 就是-2点 它会 底下会有一个 Base Sign 然后确认答案 一定要先确认答案是正确 然后再开始做Performance 2点 那Fortion的NsideChall 打开来 打开来其实 它长得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这边就 其实它不会讲Fort 它会叫Brew Conquer 这样子 然後就不額外開了 前面是屬於Multi-Core 因為核心數只有 因為我們Stray數只有從一個變兩個 然後我們用兩個施行核心去跑 所以它性能只快了大概一點多倍 接著我們是換成GPU 而GPU的變異的話 其實它跟CPU Multi-Core差別就是 你的-NCTP後面再加個等於GPU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 就是你像中程式码可以直接附用 然後就試著先變異CPU 這個是C++的 其他的一樣在180行這個Foreach Foreach它會顯示出會有 Generative NVIDIA GPU Code 這代表說它要把這個Foreach 搬到GPU上 用GPU kernel去執行 然後看到這個訊息沒問題之後 再看一下答案是否正確 就是跟底下的BaseStand 對應是否一致 好之後呢我們便執行下一步 就是用Unsight Profile去看它的時間接生到多少 可以看到這個Pair Compulation的時間現在變成 42MS OK 所以42MS相較於原先 看一下原先的RDF是 將近4.2秒 它快了100倍左右 OK 除了這個Pair Compulation 你可以看到它其他還會有 額外的像Cuda API 或是GPU kernel 這些是因為 這個STDPR它將你的程式 自動的翻譯成 Cuda API 以及Cuda kernel 它去執行 所以我們前面有提到一些 Heterogeneous的步驟 就是H2D 然後GPU kernel D2H 這部分就 這部分的話就不需要去處理 因為 Standard ISO它已經幫你處理好 對 你看底下有很多API 這些都是Sandard ISO 會自動幫你做處理的 那一樣可以把這個RDF STDPR GPU的 nsight Trace給打印下來 可以給下載下來 那打印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顏色變比較多 就是 首先整個計算就是會有 Read File 然後Pair Calculation 就是有10個Frame 所以它會有10個For Each 對吧 那接著結束之後 它會有Entropy Calculation 好 接著可以看到說 現在可以看到 最左邊的人弱有一個叫做CudaHW 這CudaHW就是你可以實時的去了解你GPU上面的資源運行的情況 包含了 GPU Kernel 或是Memory Copy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For Each 這些For Each 它其實會調用到一個Kernel名稱叫做 這個Kernel 這Kernel名稱叫做Strust 這是Strust裡面的一個Kernel Strust它其實是一個NVIDIA 有NVIDIA開發就是 這套KudaLibrary 它要去對比 Iso的Standard Library 包含了For Each Sort這些 其實Strust都有相對應的 只不過 Strust它是GPU的Library 然後 Iso的Standard是CPU的Library 所以可以根據這個NVIDIA 你可以去看到更詳細的情況 包含了GPU的情況 然後還有NVTS當中 每一個Range它的時間佔領 而Fortune的話也是一樣 這個編譯執行就好 Fortune這邊它也會生成這個 Fortune是第一 97行 所以97行這邊會有一個 Generating NVIDIA GPU Code 一樣是 Generating NVIDIA GPU Code 確定答案是否正確 答案正確再進行下一步的Profil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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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做Multi Thread的時候其實都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 Thread的它需要讀取的資料必須要是Heap only 也就是說 所以 程式在執行的時候會有兩個Memory的機制 分別是Heap跟Stack 那 程式在一個Program當中 只有Heap能被Multi Thread去讀取 Stack它是屬於 它是屬於ThreadLock的一個資料 因此 如果說我們需要讓 我們有一個Array 我們需要讓每個Thread都能夠讀取的話 這個Array它必須要放在Heap當中 而平常我們使用的像是C加拿這邊用StdArray 或是你用一般的宣告方式就是用中方庫去宣告 它都是放在Stack上面 你必須要用像是NewEllicator 或是用Factor這些 確保它再放在Heap 這樣Straps才能夠讀取得到 那第二個限制是說 GPU的執行還有蠻多的Instructions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跑的 像是 像是像一些是OS Functions 或是GPU沒有辦法執行的一些計算之類的 對 主要是OS Functions 因為CPU沒有辦法執行OS CPU 因為有些功能就只有CPU能夠執行 但GPU它主要做計算 它能夠跑Template class 或是Inline或是數學函式 但是有些Nontemplate或是OS Functions 它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因此在4H 在用4H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計算上的時候要注意說 不是簡單的加上等 在Compile加上等於GPU GPU General Work 因為有些Function GPU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4H的最後一個參數 4H的最後一個參數 其實有兩種方法 它可以放Function Pointer 或是說你可以用LAMD LAMD Function 對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但是GPU它沒有辦法使用Function Pointer 對所以Function Pointer只能在Multi-Core 就是在CPU上才可以 那如果你要GPU的話 你一定要使用LAMDAR Function 用Function Object 好 剩餘的是Function的 這個順序有點出路 那我們就休息10分鐘到11點半的時候回來 OK 這個是第二個Pointer的語言 叫做OpenACC 那OpenACC它也能夠 做到Multi-Core或是GPU 簡單來說就是Multi-Tread的情況都可以 那在NVHPCDK裡面 對OpenACC有比較好的支持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大家想要先簡單快速上手的話 就是用OpenACC會更為方便 OpenACC的目的就是它希望做一個 它希望做到一個 透過Compiler 然後將使用者提供的一些 一些很簡單的指令 就能夠達到 將Serial Code轉成平行的 轉成Multi-Thread來執行的一個 一個語言 OK 那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上都有 都有透過OpenACC做到Multi-Core的加速 OK OpenACC透過Directive 就是Directive最常見就是我們在C加東會 前面會加一個緊緝號 然後再加一個Pragma 這個這樣子的做法就是 它會在我們需要 它就是提供Compiler說 這邊要做什麼事情 讓Compiler自動幫我們把原先的程式碼 翻譯成Multi-Thread的程式碼 對 而它的構成主要會透過 這個Pragma 然後再加上ACC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Data clause 後面還有一些語法這樣子 對 所以像C C跟C加加這邊 C語言這邊就是透過Pragma 然後再加上 需要的語法 而Fortune這邊則是用一個 Data然後再加一個Cache 然後用ACC 然後後面Clause 後面的其實都一樣 主要是前面的部分C 要加上一個Pragma OK 那OpenAC最基本就是有一個 Parallel Region Parallel Region就是 當你加上這個Pragma ACC Parallel之後 內部的層 它就會同時開啟多個Thread 那多個Thread會同時執行內部的層次 內部的層次 內部的層次 OK 就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中間這段層次碼 就是綠色的箭頭 那每一個Thread 那你可以想像的層次說 這個Game就是指 就是我們的Thread 所以它可能會開多個Game 然後同時去執行相同的層次碼 OK 原因是如果說 像我們在ACPragma 內部加上一個Full loop 然後這個時候呢 其實每個Thread都會跑這個Full loop 所以總共 所以這個Full loop會執行 你有多少Thread 就會執行多少次 對 但其實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把 我們目的不是要讓這個Full loop 都執行N次碼 我們希望把這個Full loop 它能夠有N個Iteration 同時分給N個Stri去執行 所以我們就額外要提供這個Pragma ACCT loop的Directive 告訴Compiler說這個Loop需要被 它的工作量要拆分給 這個ACC Parallel內部所有的Game 就是所有的Thread去執行 那這個時候就是 Compiler就會根據你的Iteration數 你這個N有多大 以及你有多少個Thread 像我們現在的機器是 就是四個虛擬核心 兩個四體核心 它可能就開兩個Thread 如果是其他機器的話 可能就會有更多的Thread 它就會根據你的Thread數量 跟你Iteration數量 來去分配工作量 讓它盡量分得平均 所以我們再回到原先的做法 就是如果要加一個Full loop 透過OpenACC 拆分給多個Thread去執行的話 它就是在ACC Parallel Region內部 再加上TheFull loop 前面加上一個ACC Loop 它就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那C加加這邊的寫法是 Pragma ACC Parallel之後 加上大瓜湖 大瓜湖包起來的地方 就是Parallel Region 而Fortune這邊則是用 ACC Parallel跟ACC End Parallel 來決定這個Parallel Region的範圍 OK 那或是有更簡單的寫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這些 這些class 這些語法都合在一起 就直接告訴你說 我接下來要開一個Parallel Region 並且我要把下面的Loop Iteration數量 拆分給多個Thread去執行 就直接將在Full loop前面加上Pragma ACC Parallel Loop 然後Fortune這邊又是ACC Parallel Loop OK 好 那其實 那對Full loop來講 Full loop來講 它的OpenACC的語法大致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先打開一下我們的Lab 是ISO的Lab 稍微提一下 如果說 這個課程結束再提 這個RDF overview還是留著 因為它是Sequential 它沒有提供Sequential的時間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個OpenAC的Lab 你開之後可以看到 OpenAC相關的介紹 那 那OpenACC的話 在NVHPC SDK內部 也已經將 也已經讓每個Compiler都有支持OpenACC的語法了 OK 而要額外注意的是 目前 在編譯的時候需要加上-TA等於Tesla Manage 這個 這個代表說它是要放在GPU上 對 當然這個是過去常用的語法 可能目前新的語法都是要-GPU這樣子 OK 而在生存 而在編譯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跟前面STDPR 就是Standard Library一樣的語法 它會顯示Generative Multi-Code 或是 Generative 整個NV GPU NV GPU 因為Tesla是蠻舊的GPU的這樣子 對 那 它們的差別就是你可以透過-TA等於Multi-Core 就是跑到CPU的Multi-Core上 -TA等於Tesla 然後後面有一個Manage 它就是跑到GPU上面 那這個Manage 記得要先加上去 這個後面會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 然後在編譯的情況下 它會有一個-m-info等於ACCL 就是會告訴你說 Opency會對你的程式碼做分析 哪些Loop可以平行 有機會做平行 它會提供資訊給你這樣子 那相同的程式碼就是RDF 我們一樣對兩個Loop做平行 C的部分的話就是你可以直接在 你可以直接在4Loop前面加上 Tragma AC Parallel Loop就可以了 我要記得一件事情是說 因為我們前面有發現 前面有說這個G 它是要Atomic的指令 不然會有Race Condition 不然會有Data Race出現 Data Race出現 所以 在 升堂指令之前呢 都要加上這個ACC Atomic 好 修理一下時間 那我也要先給各位到55分的時間 去完成這次的細題 好 我們回到程式碼上面 那以C++來講 那如果我們要對這個171行的4Loop做平行 那可以直接在前面加上 Pragma ACC Parallel 那這樣子它就會對172行這個Loop做平行 OK 所以 這件事情 然後確認一下答案是正確的 其中你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是 它在執行的時候答案是亂序 為什麼它這個Fran是亂序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172行這邊平行了之後 172行它這個4Loop Fran等於0 Fran等於1 Fran等於2到Fran等於NCOF-1 它執行的順序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每一個都交由每一個Fran去執行 所以哪個Fran先哪個Fran後 我們不確定 因此它在174行的順序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打印出來的 值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是36 這個順序可能每次都不一樣 想再跑一次它反應都不一樣 它這個順序都不一樣 這個主要是看哪個Fran先搶到資源 它就先執行這樣子 答案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因為179到193這一段程式 基本上它是independent 除了192行這邊 而192行這邊 這個我們已經用Atomic操作 去避免它會有data raise問題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樣的話 整個部分都是independent 那就沒有問題 答案就會是正確的 OK OK 那 這個 那我們目前在174行做平行的方法 其實蠻 就跟前面的standard parent ISO 方法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前面是對175行 171行這兩個follow loop做平行 所以你可以稍微試試看 如果我們不在171行做平行 我們跑去174行這邊 這樣子它的情況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這個答案其實也會正確的 這個答案也是正確的 只不過它的性能會有所差異 OK 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 我們這個NCOF 其實我們預設是10 它只有10個frame 所以如果說 Loop的Iteration數本來就很少了 那你用CPU可能還好 如果你用GPU這樣子 它扣了出那麼多的資源去做平行 它一定不會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會建議 你用175行到177行這兩個圍圈 因為NUMBER OF ATM 它答案是數字是6720 所以數字還蠻大的 OK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175到172 這兩個follow loop 是否需要拆開 其實可以不用 你可以簡單的這樣做就可以 OpenAC它會自動幫你的去 將這兩個loop 整個做展開 然後丟給GPU去運行 CPU或是GPU去運行 所以 可以直接在你 直接在loop前面 都加上ACC loop 它就會幫你做展開平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編譯情況 因為這個parallel的區間是在 175行前面 所以看一下 175行前面 它應該會有一個 它應該會有一個 這個 GENERATING MULTI CODE OK 這樣就代表說它的程式 確實有在 確實有編譯成 MULTI THREAD的程式 然後執行的話 它執行的話就變順序了 因為 因為我們平行的地方是在 170上這邊 170上的loop 就沒有平行 那其實有一些額外的語法 我先不好意思 然後接著我們做一次 Unsight System的Benchmark 好 這個時間大概是 直接說好了 比SINGLE CORE的快一點多倍 1.4倍多 因為目前是使用CPU版本 對 Pair Calculation 好 OK 那Fortune的程式碼 也是一樣的做法 看一下 Fortune程式碼需要修改的地方 是在第97行 Fortune我就不對95行這個loop做 因為它的大小只有10 其實不大 我直接對9798這兩個loop 它的做法是 ACC Parallel Fortune 那要記得的一件事情是 OK 我這邊前面C沒有提到 C它這邊已經幫你加上 這個Pragma ACC Atomic 所以它能夠確保 193行這個操作是 Atomic的操作 就是這個指令同時只有一個 Strategy Assess 就不會有Data Race 那Fortune這邊 它是沒有加的 所以要記得 要加上ACC 不然答案會錯誤 Fortune這邊就編譯 要看一下是第98行的loop 所以可以看9798這邊 它就有顯示 顯示這個 ACC的編譯的行數 以及它生成Multi-code的程式嗎 然後再仔細一次 然後確定答案正確之後 再做Bench OK OK 我覺得時間變慢了 是機器 太多人在使用的感覺 好 那我們用GPU版 因為GPU是Isolate 所以它會更準確 所以C的話用GPU 就行 然後可以看到174行這邊 它會有顯示這個 NV加GPU code OK 那其實在LOG當中 你可以看到175行 178行它會提供ACC loop Gang跟Vector 好 這個會提到 會提到這個原因是因為 在OPACC當中 我們會分成 我們會有 一樣有三個階層 跟Cuda一樣 跟Cuda programming一樣 最底層是stread 再來是factor 再來是gap OK 那factor的話 它這邊有個factor 128就代表說 我一個factor有128個stread 然後 Gang的大小怎麼算 就是你有多少個iteration 就除上這個factor大小 就可以得到你的Gang的大小 這個到後面會對應到 就是會對應到Cuda的 Cuda programming的grid block還有stread 它是意義對應的 再稍微提一下 如果說未來 大家對OPACC有興趣 要去做performance的調優的話 這個Gang的大小跟factor大小 是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好 那我看一下 所以目前這個前面是C版本的 然後我跑一下它的GPU結果 GPU結果的話 就是0.6 這是0.0 這是0.0 這是25ms 然後原先的是4.2s左右 快100多 快100多倍這樣 那這個openACC的部分 我也額外擋不下來 因為它會有新的資訊 RDF底線GPU底線C 確認一下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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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3.3 2.3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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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4.4 4.4 4.5 4.5 4.4 4.5 6.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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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5 5.5 5.5 6.5 7.5 7.5 6.5 6.5 5.5 5.5 7.5 7.5 7.5 5.5 7.5 7.5 8.5 在這個GPU Kernel上面 它會顯示 它會有一個叫Grid跟Block 圖有點小 這沒有辦法放大 OK 大家就要各位去嘗試一下 可以把滑鼠移到這個GPU Kernel 就會看到說GPU Kernel執行 它會有一個Grid Size跟Block Size 那目前的Size大小是6720乘上128 就代表說 總共會有6720乘上128個Size OK 那我們再回想一下 我原先的回圈有多少 是6720乘6720大小 也因此 也因此Opence它是怎麼幫我們分辨 就是每一個Size會跑 6720乘上6720 你除上6720乘上128 就是這個多筆資料 這樣子 OK 可以通過這個Grid跟Block 來去得到說一個Thread會跑 多少個Iteration 那我們今天就試一下 那我們今天就試一下一些額外的語法 讓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 OK 據說ACC它有 Parallel Loop 跟兩個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兩個Loop如果疊在一起 你要寫兩字會太麻煩 所以Opence它有一個語法叫做 Collapse 然後Collapse會接一個數字 如果你有幾層回圈 你這個就寫幾層 所以像第一種做法是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改 那這樣子改的話就不會有很多 ACC Parallel Loop的地方出現 那第二種語法是 如果 如果 ACC它的 它的 那個 Level是有 Gam Factor 然後 Thread 分別對應到 GPU Gam Block 還有Stread 那我可以自定義這些大小 這大小 目前只有Factors 也就是Block size 就是一個Block多少Stread 是可以定義的 那Gam 也可以定義 不過通常不會建議 會讓Opence 選擇最佳的數字 而它的定义方式就是你可以用 Vector Elaps 像目前是128,128是 Default的值 所以如果我不要128,我可以把它改成 32 然后实际跑一次 你可以看到这边log,它其实会写说 AC loop,GAN,Vector是32 OK,那对应到GPU Kernel,我们稍微跑一下 对应到GPU Kernel,你就看到Grid的数量放大很多,然后Block Size变成32 这是因为我们把 Open Assistant Vector变成32 那Open Assistant Vector对应到的是GPU Kernel的Block Size 所以Block Size变成32 那Grid Size就理所当然很方大,因为你资料量不变 那你Block Size减少,你的Grid Size要增加,这样你Thread数才会相同 对,OK OK 它还有一些额外的语法,你可以直接去参考 我记得Solution内部,他可以直接去参考Solution内部 他还有,除了Collapse,还有VectorLens 这两个会蛮常使用的之外 还有像是Game Factor,这些语法都可以去查询 那Fortune这边的话,其实 Fortune其实它跟C差别就是前缀不一样 所以后面语法其实都是相同的 你可以直接打Collapse 2,VectorLens三色 它这边语法是一样的,OK 好 OK,那OpenACC 我们再讲一下第二部分 我们还记得说原来的Heterogeneous Programming 它其实应该要有host to device 再来 它其实要有host to device 然后GPU Kernel 然后再来 将资料从device后面host 那目前我们看OpenACC跟ISO standard 都没有看到 有Kernel可以看得到 因为就是计算 它会自动帮我们翻译 但是前后这两个memory copy 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 那这部分是为什么 最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采用的是 Kuda的有一个叫做unified memory 目前OpenACC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加个冒号manage 它就是用unified memory 然后ISO standard它本身就是预设用unified memory 所以我们才都没有看到任何资料 扣币的程式码 这个unified memory 它其实就是方便使用者直接做porting 那不需要额外的 不需要考虑data问题 那它怎么实作呢 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些 它就是Kuda的一个API 能够让使用者去Matic一块记忆体 这块记忆体CPU跟GPU都能够access 对 这个SS是程式码上面的SS 实际上在底层的实现 它还是会分两块记忆体 那Driver会自动帮你 可能你哪些资料写入 它会自动帮你让两边的资料做update OK 这个是方便 就是如果说你要写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记忆体搬运太烦 那你就用unified memory 就直接 就直接用一个pinter 让GPU跟CPU都能够写入 对 这边底下的搬运 driver都会帮你做 但Manage memory它有一些额外的缺点就是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完整的去了解data transfer 并且要尽可能避免data transfer 额外造成overhead 那Manage memory就不太适合 因为Manage memory它是用drive 它是让driver去辨别说什么时候要做copy 而这个copy可能会因为driver就是有些不确定的行为 那导致说你有一些不必要的collect data发生 所以我们会建议的另一种方式就是 可以显示的去定义 data什么时候copy 什么时候copy到什么时候做hd 什么时候做d2h 那这个OpenACC它就有提供额外的cloth 叫做data clause 用来定义说你的array什么时候搬到GPU上 什么时候搬到CPU上 OK 其中有四个cloth分别是copy copy in,copy out,create 那这个data其实它是一个region 就是它一样是像parall region一样是包起来的 而copy的意思是说 再进到这个region时它会把某些array copy进去 然后离开的时候 它也会把array的资料从device copy回来 那copy in就是说 它只会在进入dataregion的时候 将资料从host copy到device 而copy out就是它只会在离开dataregion的时候 将资料从GPU的devicearray上面 copy回CPU的array 那一开始inization之后它就不会做 而create就是create a temporary buffer 那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在copy这个指令内部 我们会加上array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array叫array 然后以及它的大小 这个大小必须要包含它的starting index跟lens 或是讲实 而fortune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它要提供array的范围 之后compiler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copy指令转称h2d跟d2h的cuda指令 而如果说维度是2维以上的话 可以使用 使用 像c 像c可以用 再接一个中瓜糊就可以表示2维 那fortune也是一样它可以用逗号来去区分 表示2维的array 而这边要注意的是 在fortune跟acc 在fortune跟acc当中 c的话你data clause 它要用中瓜糊标起来 这边一样是用跟parallel region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这个资料只有在这个大瓜糊之间它才会存在 所以当大瓜糊离开之后 GPU的相关的一些array都会被release掉 那fortune这边的话就是用data跟mdata来就区分 也是一样的就是 这个GPU上面的device array只会在这段region上面存在 它离开之后它就release掉了 OK 不好意思 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OK 我们看到程式码当中有一个acc data的region 这个region呢 它有copy in 会把a跟b 从host copy到device上面 然后并且把c copy回来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会把c从device copy到host 然后内部有一个amwise的操作就是把 aarray的值跟barray的值相加写到carray 然后内部的话就for loop a是parallel region有一个loop 然后做拆分 那它的流程就是 它会先把a copy到gpu上 然后再把b copy到gpu上 那copy要的这边要记得哦 一开始c也会存在 只不过c它是不会做copy的 它就有一个c 但是这个c可能是 这个c的资料跟这个c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c' OK 然后再做完计算之后 就在做完计算之后 这个c'的值已经被 已经等于a加b了 就是全部都写进去了 最后再copy out 把这个c'的值从device copy回host端上面 OK 然后接着再根据这个data region 它有做的就是a b c这三块 它要从device上面给release掉 所以它会把一个一个把它delecate 最后就可以最后资料就是 a跟b以及a加b的c' 都resite在cpu的memory上面 这是data的流程 好 那我们看一下lab下面会有一些介绍 其中lab当中有一个叫做kernel directive kernel directive它通常是使用在 你想要让compiler去决定你的维度的 让compiler去决定哪些loop可不可以平行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kernel directive通常是不太会建议去使用 因为有些loop它能够平行 但是 但其实能够平行 但是compiler可能判断它不平行 它不给你平行 对 所以kernel directive是 就是全全让compiler去决定 如果说 但如果说你觉得 你分析过后 loop可以平行 你就用上面的parallel区间会更好 那它一样也有提供编译的 这个大家可以试着弄一下 试着写一下 然后 大家可以试着写一下 那我先稍微解释一下 其中像 像 如果我们在这边用asc kernel 然后 我们用asc kernel的话 那其实 它会对170弯的for loop做平行 它会去检查底下的for loop能不能平行 如果compiler不聪明 对 这次的gave是不聪明的 它发现这两个for loop都不平行 所以它会去执行 那这就会导致说 就导致说 性能很差 所以 会有一个额外的指令叫做 Independent independent 的指令是告诉 compiler说 就是编译器说 下面这个for loop 它的每个iteration是独立的 就是它可以贴平行的意思 所以加上这个的话 对 加上这个的话 Kernel才会让对170弯的for loop平行 对 这边要这个可以稍微试一下 那我们要注重的试一下这个data的directed OK 前面有提到说 目前OPEN-C预设是使用managed memory 就是我们不用管记忆体白云 就是完全交由OPEN-C这种去便移 其中它的指令就是 它的指令是这一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GPU等于managed 这个managed就是managed memory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手动去管理data搬运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compiler option当中 就要把这个移除掉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用data 我们用自己用data AAC data close的话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managed 那不会有managed之后 我们就要自己去处理data搬运的问题 所以这个第二个lab就是要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lab就是要让大家去处理data copy跟free的问题 那我们主要copy的资料有四个分别是dx, dy, dz, dg2 所以 看一下 时间差不多 好 所以大家就是在适当的地方加上data close 然后把这四个ray做copy跟copy in跟copy out之后 然后看一下答案是否正确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上面都有提到 那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这个dx, dy, dz 如果说它预设present的话 如果说预设这个dx, dy, dz 是已经在gpu上面的话 就是我们假设我们前面用 如果我们在外面已经将资料copy到gpu了,那这边就要加上一个 如果我们在外面已经将资料copy到gpu了,那这边就要加上一个 嗯 defaultpresent 这个目的是要告诉compiler说 fold loop内部它所需要的这些array的资料dx, dy, dz跟dg2 都已经放到gpu上面,你不用再自己做翻译了 OK 那就麻烦各位去完成这个pragma的动作 然后记得defaultpresent要加上去,不然它的资料compiler可能会误解,所以它没有帮你做搬运 时间不多了 那这个算是 这个类似算是addition性质的,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对 因为在真实做potting的情况下,我们会希望能尽可能避免掉一些不确定性的行为 像是manage manually,它其实资料搬运的时候都是透过driver去决定 这样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算是不可控的 因此 呃,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建议使用data clause 主动的去做搬运 OK 那我觉得时间是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 诶?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 最后一个level,如果大家还有 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一直开着到做完为止 对,那如果对上述程式码,就是有些地方有疑问的 其实你可以 呃,可以先去chat询问助教 然后去 去试试上面看一下前面的讯息 或是说 呃,如果真的没办法,你也可以去solution看 对 好 这个,这个机器可以一直开着 但是 在完成lab之后 请记得一定要关掉 不然会影响到 呃,每个学员的额度这样子 好 然后把时间交还给Jay 好,谢谢Lyo 那大家应该可以听到我声音 我再花最后 呃,大概五分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那这个投影片 呃,会后也会传给大家 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每年在国王中心的黑客松活动 那第二个讯息是一个问卷 再麻烦大家 呃,把你的反馈提供给我们 帮助我们未来办更好的活动 那这次非常感谢讲师Lyo 然后非常精彩的教学 然后明天还会继续 明天是一个实体活动在国王中心 那会看到Lyo 还有四位助教 包含我 我是最右下方Jay 那还有Frank Johnson Anderson 那会提供协助 所以这次的GPU Bookcamp 包含报名 还是很多的教材 我们都放在 不管是Github 或是网页上 那大家可以依据这个投影片 然后去存取这些连结 那NVIDIA除了GPU HPC SDK 这个套件以外 还有很多的套件 那最珍贵的就是 有超过400万的开发者 共享这个平台 所以大家有兴趣 了解更多的工具的话 也可以 呃,加入到这个 NVIDIA Demolable Program 然后少这个QR Code加入 那有很多免费的素材 教育训练可以提供 NVIDIA跟国王中心一直以来 都有长期的Join Lab 我们的合作 所以在这个Github上面啊 你可以看到过去 各式各样的教育训练和活动 那未来会持续推出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然后这边是课程一开始 分享过的连结 教大家怎么使用TWCC的 这个图文并茂的教学 帮助大家使用这个环境 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重要的讯息是 今年的OpenHackSong也正式开始了 那HackSong的活动是 11月13号到12月4号 大概有三周的时间 那报名截止是10月15号 大家可以透过上面这个链接去报名 那什么是HackSong的话 大概两分钟快速介绍 HackSong它到目前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然后在全球的超算中心 然后去加速不同的应用 那已经超过11年了 那核心目标就是要连接开发者 跟我们对应的业界的侦师 库大的专家 AI的专家 那把对的应用放在对的加速器上 获得加速 SPR是其中一个KPI 那当然SPR对应的也是能源效率的提升 那我们有很多曝光的方式 不管是共同发表论文 还是在部落格上曝光都是很好的呈现 所以我们回顾过去像2021年 那这边很多很好的HackSong故事 明天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跟大家进一步分享 2022年的故事 那我大概分享去年的好 比较接近 那可以从国网中心的官方 官方网页上的部落格 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资讯 那包含像是DPU的 它是加速Data Processing Unit 加速Data跟Networking的 那GPU加速了语言模型 大西科学 量子电路模拟等等 有非常多好的故事 那这边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譬如说 那这个是量子电路模拟 某个算法加速了468倍 那Tensor TLM加速了台德 就是一个台湾的对话生成式引擎模型 加速了3倍 一模一样的模型 透过算法优化加速3倍 那还有像是这个是 另外一个专案 129倍应该是有体力学相关的应用等等 所以在部落格上有更多的呈现 但加速不仅限于加速 有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到研究创新 所以像这边做一个具体的举例 2022年的OpenHack上 他们使用 The Cool Tensor Network 加速在Quantum Support Vector Machine上面 就QML的应用上 那也发表论文 那2023年这是另外一个量子电路模拟 然后加速在一个算法上 获得数百倍的加速 那时间关系 有的快速带过 这个是网格的生成 就不管是先处理 模式运算后处理 其实有很多大量的大器科学问题 都可以透过GPU加速 那也有很多老师 把加速的结果 譬如在今年的电脑站 然后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一个 Healthcare相关的应用场景 那活动结束后 大家都可以获得到一个认证 然后像是讲有OpenHackers NVIDIA还有国防中心 所以详细的这个资讯 agenda都在这边 我们大概是三周的活动 那前三周大部分的开发时间 都是线上的 那会有指派一个mentor 然后去对应的团队去做指导跟教学 那三周后呢 我们在最后国防中心的实体活动 有一个presentation 那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收获 所以以上就是一个简单黑客松介绍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来报名看看 那因为团队的数量其实有限 大概每年都是大概十周上下 所以尽早报名 那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mentor来协助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要希望麻烦大家 拨控大概两到三分钟时间 来扫这个QR code填写问卷 给我们一些正向的鼓励 还有反馈帮助我们规划以后的活动 那也如同讲这提醒的 就是这次TWCC的资源 使用完要记得关闭 不然你可能到了明天你的课程 正式要使用的时候就没有点数可以使用了 那明天这一拜都在下雨 而且新竹早上可能也会晒车 所以提醒大家实体活动要提早出发 那才可以准时的开始 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我们大概留到40分好了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先离开 谢谢大家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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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